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于下月访问台湾 展现对台湾支持 佩洛西次行将访问日本、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 也会访问夏威夷美军印太司令部 但一名知情人士的说法称 这一趟访问仍有变数可能会取消 但如果此事成真 只将是25年来首度由美国众议院议长访问台湾 佩洛西原定于4月造访台湾 但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取消 根据报道 美中关系正处于1979年建交以来的低点 白宫内部对于佩洛西此行意见分歧 认为时间点过于敏感 因为8月1日是解放军建军纪念日 且北京正在准备举行二十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健19日扬言 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完全由美方负责 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数据显示 截止到昨天晚上已有89场山火在12个周肆虐 其中阿拉斯加州有70处山火正在燃烧 加州和内华达州各发生三起山火 新墨西哥州 犹他州和怀俄明州各发生两起山火 怀俄明州 亚利桑那州 内部拉斯加州 爱达河州和蒙大纳州各报告了一起山火 国家气象局还发布了对厄克勒河马州的高温预警 预计最高温度将达到43到44摄氏度 此外国家气象局还表示从坎萨斯州西部到厄克勒河马州 德州 新墨西哥州和阿肯色州西部的大部分地区 今天将会出现许多创纪录的高温 目前已有4000万名国人处于高温警告之下 英国气象局的临时数据显示 当地时间19日中午12点50分 英国伦敦西斯罗机场路得了气温40.2的摄氏度 这是英国有记录以来第一次气温突破40摄氏度 英国气象局警告说 多地温度仍在攀升 英国政府已经发布了国家紧急状态警报 地铁 火车等运输系统被迫减速减搬 以防轨道因为高温变形发生危险 席卷西班牙全境的热浪已经持续多日 7月10日到17日的一周内 高温天气导致西班牙510人丧生 西班牙绝大部分地区近来连续迎来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与此同时西班牙各地森林火灾频发 已有数千人因为大火而被迫撤离家园 这也是惊吓西班牙遭遇的第二波热浪 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昨天宣布 该届夏季奥运会开幕式将于2028年7月14日举行 再成将持续至7月30 残奥会将于2028年8月15日拉开帷幕 8月27日闭幕 这将是全美第二大城市洛杉矶第三度举办奥运会 同时也是首次举办残奥会 洛杉矶此前曾举办过1932年和1984年奥运会 洛杉矶奥组委预计将有15000名运动员 参加本期奥运会和残奥会 组委会表示将充分利用洛杉矶地区 现有的世界级场冠和体育设施 确保赛事的可持续性和经济可承受性 请继续收听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